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极力叫喊的挽留 可却没能阻拦住着一段冲动的婚姻 她终究还是选择了这个男人 眼前这个女人名叫盛开 在出差路上亲眼目睹了自己谈了六年的男友和别的女人聊着要结婚的事 怀揣着失恋后强烈自毁的心态 嫁给了自己的初中同学罗耀辉 这段孽缘是被两人包的背带所连接的 老同学见面无话不聊 罗耀辉带着盛开回家喝茶酗酒 罗妈看着儿子第一次带回来的女孩 瞬间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罗妈主动和盛开聊天 为了提前阻止他们俩人爱情的火苗 她直接让盛开帮儿子介绍个女朋友 我家耀辉是在大军司上吧 工人是配偷她 差了三十的也不行 这生孩子肯定是不行 罗妈这话其实是故意说给盛开听的 她怕这三十岁的盛开看上自己三十岁的儿子 可罗妈不知道的是 罗耀辉在中学时期就喜欢上盛开了 但她从没奢求过盛开能和她在一起 也只有她妈才一直把她当快宝 也许是罗妈的条件让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让她摔了个大跟头 这次的意外让他们两人有了第二次见面 第二天早上罗耀辉要去上班 可放心不下自己受伤的母亲 所以她拜托盛开帮忙照顾一上午 罗妈再次见到盛开 询问起她的家庭情况 你大爹你妈呢 是我妈 不要他 我男人就是男人 在背后就让你一张单白的 我那么安心 就没点内容 你不要放她 可笑 找回她把活的时候还贪我呢 我会重量伺候她的一辈子 罗妈的传统保守思想 正好与盛开妈相反 盛开妈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离婚了 盛开那句是我妈不要她了 证明她是一个独立且有主见的女性 可就是这样的女人 却让罗妈觉得世道变了 这要在以前是要被打死或打残的 为了不让两人有那种关系 她再一次说起了找儿媳的条件 罗妈的要求简直比选秀还严格 吓跑了无数对象 这次也把思想前卫的盛开给气跑了 为了感谢盛开 罗耀辉请盛开吃了顿夜宵 在被前男友背叛的盛开几杯下肚后 就醉得一塌糊涂 两人你说我笑的回到了盛开的住处 嬉笑打闹 情到深处 事情也按照发展进行了下去 完事之后 罗耀辉把盛开带回了家 她已经从心底里认定盛开就是自己的女人 我要和她结婚 盛开听了之后惊讶不已 她认为刚才的行为还不到这种地步 而罗耀辉听了更是接受不了 罗耀辉听了更是接受不了 罗耀辉听着极为可笑 盛开气得直接走了 而罗耀辉特别想娶盛开 她给盛开发了一条求婚的短信 去领结婚证 盛开看了觉得十分可笑 可又觉得很幸福 因为这是第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 回到家母亲又抱怨盛开还没结婚 再加上前男友的背叛 于是第二天带着怨气和冲动 找到户口本去和罗耀辉领结婚证 可母亲不同意 因为母亲一点也不了解男方的背景 虽然很想让女儿结婚 可也不能嫁一个不好的男人 这个叛逆的女儿不顾母亲的反对 与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领了结婚证 这个女人叫盛开 因为前男友的背叛 居然和这个用短信向自己求婚的罗耀辉领了结婚证 这天罗耀辉带着盛开回了家 罗妈第一次见到盛开就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罗妈那样苛刻的条件 不知道吓走了多少相亲对象 也就天真的盛开赶鸭子上架的诗的往上凑 不然的话罗耀辉就还得跟母亲熬成圣男 盛开和罗耀辉走进了罗妈的房间 看着坐在床上生气的母亲 她二话不说把结婚证拿了出来 还没来及展开就被罗妈甩手打在了地上 罗妈指桑骂怀地说着难听的话 自己韩心如苦养了三十年的宝贝儿子 就这样轻松地给了别人 这是盛开觉得罗妈说的话可笑至极 哪里有人每天把自己三十岁的儿子 别再裤腰带上 不巧盛开这个未来的婆婆就是这样的 看着两人越吵越凶的罗耀辉 推着盛开出去了 就这样才暂时停下了这场激烈的战争 接着罗耀辉回到家 跟母亲要装修房子的钱 毕竟自己的丈母娘都出了一半钱 罗妈一边说一边整理自己手中的银行卡 这里边全都是罗耀辉工作攒下的钱 她握得紧紧的 还不忘了对罗耀辉说休想拿一分钱给那个母话 气得罗耀辉直接摔门而出 这时为了不让前辈要走便想了一个主意 她要去青岛女儿的家里住几天 等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再回来住 罗妈拿着钱走了 那去哪筹钱呢 一向很抠门的罗耀辉 有了盛开妈一半钱的支持 直接就开始动工了 她每天都紧盯工人 生怕他们多用一毛钱 终于用盛开妈给的那一半钱 装修好了婚房 看着这个房子 两人都激动不已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就在这时罗耀辉突然站了起来 失去平衡的盛开 直接猛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不小心碰到了工具 还把镜子给打碎了 罗耀辉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安慰盛开 还反过来责怪盛开没做好 装修好房子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两人却在新婚后开启了第一次吵闹 镜子破碎也意味着 今后的婚姻生活不会完整 这天 罗耀辉慌张地骑着自行车 谁知遇到一个忘了看路的司机 直接把罗耀辉撞的人羊马翻 地下翻滚了好几圈没了动静 最后被送到了医院 盛开听说之后 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 躺着一动不动的罗耀辉 盛开急得不知道怎么好 这是要被盛开的婆婆 知道了又会怎样 眼前这个天真傻乎乎的女人叫盛开 结婚的时候居然不要彩礼 甚至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是自己妈妈套的 可她天真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罗耀辉的珍惜 反而得到这个男人无尽的折磨和贬低 从罗耀辉被车撞了之后 就性情大变 她的恶劣本质也慢慢浮现了出来 盛开不顾罗耀辉的说话态度 尽心尽力照顾出车祸的罗耀辉 罗耀辉那种蛮不讲理的样子 像急了她的母亲 就好像别人说的男人婚前婚后果然不一样 在罗耀辉无理取闹的情况下 盛开是一次又一次的推不忍让 心想应该是生病了才会这样 也许病好了就会变回从前 可她不知道的是一次次的退让 让罗耀辉以后更变本加厉 看见罗耀辉难受 盛开叫来两个人 让他们帮忙一起给她翻一下身体 结束之后 罗耀辉对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总是非常的礼貌 可他们走后 她立马就变成了恶劣愤怒的表情 到了晚上 盛开下完班就立刻来到了医院 本以为忙碌了一天可以休息会 可是罗耀辉却偏要在晚上十一点湿洗头发 盛开不想听罗耀辉啰嗦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帮她洗头 而这时盛开的哥哥和妈妈来了 妈妈看着盛开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不已 姐 你吃饭了吗 我饿了吗 你看就还没吃吧 盛开妈妈以为自己没给他们带购饭 便想着明天换个大点饭盒 可她不知道的是罗耀辉把盛开的饭给了护工吃 也没有给盛开留一口饭 第二天早上 盛开早早地给罗耀辉送口饭 我要接受 啊 行 盛开看到自己请的护工还在睡觉 生气地踢了床头一脚 可对罗耀辉却是百般呵护 盛开听到这句话之后 心里特别难受 罗耀辉每天都不让请的护工干活 还关心护工有没有吃饭 可他从来都不关心自己的老婆吃饭了没 累了没 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攒着留给自己的老婆做 盛开压住心中的怒火 把地下的勺子捡起来擦了好几年 再给罗耀辉喂饭 可得来的却是仇人一样的怒事 他终于忍不住走了 骑着车子 在街上哭得撕心裂肺 到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选错了人 他根本就不了解罗耀辉 罗耀辉看上去老是脾气好 可实际上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阴冷 另一边 罗妈知道自己的儿子出车祸了 他闹着要回去照顾儿子 可他的女儿却让他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咱们借这个机会 好好摸摸那女人的性子 等他焦头烂额张嘴求你的时候 你放心 我安排好家里 立马就送你回去 行吗 听到他说的这句话 也许大家会明白 在这样的母亲的教育下 养育的孩子们也不会存有感恩和宽容之心 几天后 罗耀辉出院回到家里休养 可回到家让他变得更加暴躁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让你们这么对待我 这个女人为了讨好自己的婆婆 一大早起来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 女人叫盛开 结婚时没要一分彩礼 甚至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是自己妈妈掏的 可是谁曾想自己的婆婆尝也没尝就吐槽了一圈 你做的东西没滋没碗 我没法吃 没想到一会儿婆婆只端来了一碗汤 放在了儿子罗耀辉的面前 两人有说有笑的 故意把盛开晾在了一边 盛开赶紧吃完饭收拾东西去上班 临走时还不忘说句 上班去 你们晚放在这吧 然后我晚上回来会洗 看谁在那碗 留在盆里泡一边呢 到了晚上 两母子坐在沙发上聊天 上班累了一天的盛开 却还要脱着疲惫的身子 帮他们去洗衣服 这时婆婆看到盛开把门关上了 又开始和儿子嘟嘟囔嘛 三十岁就开始当婆婆 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无理取的 罗耀辉听了婆婆说的话之后 脸上的表情忽然就变了 就在这时盛开走了出来 婆婆的意思是要是盛开不能生 就立马从老家抱一个回来 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样 那你要是不能生呢 我立马就回老家抱一个来 那都是我们老家的骨肉 不白痒 疲惫的盛开无奈地看着罗耀辉 盛开觉得婆婆太无理取闹了 不想和她争辩 直接就回了房间 婆婆依旧不依不饶的 故意说给罗耀辉听 气得罗耀辉直接扶着拐杖 走进了房间 不清不楚的就开始数落盛开 而这时婆婆更是火上浇油 这个婆婆心胸狭窄便觉得所有人都和她一样 不管盛开说什么做什么都能让她抓住机会兑回去 关键时刻还给自己的儿子装可怜 说盛开这样无视我们是因为儿子腿裙了 就是因为我才对了嘛 所以你才敢这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来罗耀辉 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呢 除了这场车祸我才知道 我看错了 从出了车祸以来 婆婆不宜待在青岛女儿家不肯回来 从头到尾都是盛开一个人照顾 而罗耀辉更是不让盛开闲着 一直折磨她 盛开也忍气吞声地伺候了罗耀辉近一个多月 婆婆到底有什么资格去说她吗 你不是资格说我要吗 我是什么人 我担任我这个人 你活该 你不是他媳妇吗 罗耀辉 你叫我 母亲闹完就坐在沙发上哭泣 罗耀辉说话更是像针尖一样扎在盛开的心窝子上 他表示我家就这样 只要咱俩一天不离婚你就得瘦着 可盛开从小被家里人宠着 他凭什么要忍啊 以前盛开只是觉得罗耀辉是出了车祸心情不好 等身体好了 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对他好 可是现在呢 你这种苦只有变本家里 我告诉你 我盛开到底哪里对不起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让你们真的对待我 这时他才发现他错了 罗耀辉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 如果就这都算苦的话 那就滚出这个家 他连一个留字都不会说 而且今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 全都是盛开给客的 我今天到这个份上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你留客的 自从我碰到你那天气 我就倒霉了 我就倒霉了 震开不敢相信地看着罗耀辉 他的画像是一把把力刀刺进了胸膛 任由他刺伤 没人理解盛开的悲伤 盛开拿着衣服就回了娘家 这个女人居然和用一条短信 向自己求婚的男人结了婚 这个女人叫盛开 是一个任性的女人 和丈夫罗耀辉结婚没几天 就被婆家欺负回了娘家 盛开妈知道女儿受了委屈 二话不说就来到了罗耀辉的家里 而婆婆开门看到是盛开妈 就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顺便提醒自己的儿子一会儿 一定要和自己站一队 硬气一点 可盛开妈来到这里却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 给婆婆弄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盛开妈这次来的目的是想住着这里 好好伺候女儿几天 看看自己的女儿在这个家里 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她这么不招人待见 到了晚上 婆婆想着多了一个人睡觉怎么办 盛开妈便说该怎么睡还怎么睡 自己可以睡沙发 他们也不能睡一张床 这就奇了怪了 两口子不在一张床上睡 干嘛 你说这沙发折别房啊 让辉寿的是红山 张七江那他就不能碰女人 碰了女人 这不好例子 盛开妈听了婆婆的话 瞬间就生气了 自己的女儿白天上一整天班 晚上回来还要睡那硬邦邦沙发 婆婆是个封建迷信的人 难道大学生罗耀辉也信这些东西吗 罗耀辉 盛开对你不好吗 他哪点对你不好 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替他顶罪 我替他给你赔不是 罗耀辉听着盛开妈质疑的话 一句盛开不好的话 他都说不出来 盛开不仅对他好的不行 连盛开妈也拿他当亲儿子对待 为的就是希望罗耀辉对自己的女儿好 并不是为了如今两人一起欺负盛开 罗耀辉哪方面都不符合这三个条件 可依旧不把盛开当人看 当初盛开嫁给他的时候 没有给一分彩礼 连装修婚房的钱都是盛开妈妈的 可是盛开这样的付出 却让他们觉得盛开不值钱 上赶着嫁给罗耀辉 看着妈妈和婆婆打了起来 盛开气的直接跑出了家门 母亲不放心女儿 便追了出去 盛开一个人坐在大街上 母亲找到他要把他带回自己家去 自己在罗耀辉家的时候都这样对待盛开 他不敢想自己的女儿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 盛开趴在母亲的肩膀上放声大哭 而母亲的心却像刀尖在扎 可是他得坚强 他现在是女儿唯一的后盾 盛开回了娘家之后 婆婆便开始抱怨家里的家务没人做 还指责盛开心太狠 贴下缺腿的丈子一走了之 此时电话响了 是自己女儿打来的电话 于是便又开始了一顿抱怨 妈 要回来媳妇的家 怎么能让我您做饭呢 被我给妈跑了 女儿给婆婆出了个主意 她要带着婆婆去三亚旅游 把罗耀辉一个人放家里 看她盛开要是不回来 就去他们小区里呢 婆婆听着女儿的话 觉得说得挺对 可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这时罗耀辉却说盛开要是不回来 就和她离婚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很快婆婆便去三亚旅游了 而罗耀辉欺负盛开的事情 也让盛开的父亲知道了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 接下来盛开的父亲会怎么做呢 这个女人每天上班前要给婆婆和瘸腿的老公做好饭 下班回来后还要给他们洗衣服 女人叫盛开 没结婚是婆婆就不喜欢她 接了婚更是处处挑刺 受尽了丈夫的折磨 在婆婆的挑唆下 她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可他们大吵了一架 哭着回了娘家 父亲知道此事之后立马找到了女婿罗耀辉 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被别人欺负 当初结婚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要是知道一定会阻止这门婚事 因为罗耀辉根本就配不上盛开 盛开爸最生气的是在婆婆欺负自己女儿的时候 罗耀辉居然和他妈一起欺负盛开 父亲的话把罗耀辉说得哑口无言 并解释到自己在初中时期就喜欢上了盛开 那天是自己心情不好 所以才和盛开发了脾气 盛开爸在盛开出生以后就做了结杂手术 可是不久后盛开妈又怀孕了 所以盛开爸就认为盛开妈背叛了自己 生气收拾行李带着误会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现如今和小女儿做了DNA才真相大白 虽然他的离开没有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谅解 但这并不影响他爱自己的孩子 罗耀辉说完这句话可把盛开爸气得不得了 他二话不说拿着包就走 谁曾想差点被一辆白色汽车碰到 盛开爸听着司机说的话特别生气 一把握住了司机的脸子 两人谁都不愿低头 盛开爸刚和罗耀辉吵完正在气头上 加上司机挑衅的语气 于是大手一推就让司机摔了个狗吃屎 让罗耀辉都大吃一惊 司机刚想还手 这是罗耀辉为了表现自己 说是迟那是快 扔下自己的拐杖就抱住了想要还手的司机 盛开爸还想动手被盛开妈拦住 很快几人就被叫进了派出所 司机嚷嚷着要损失费 这时罗耀辉被刚才岳父那一下震惊到了 像是狗障人士 于是就出头替自己岳父说话 这次的事情结束后 罗耀辉欺软怕硬的心理就更强了 脾气也收敛了许多 这天晚上盛开回来拿自己的衣服 看到那乱糟糟的厨房 他又开始心软了 便又留了下来 收拾干净厨房后 又给罗耀辉做饭 这时 罗耀辉想起了两人烟的鸡蛋 便用勺子捞出来一个 发现是当初两人写的吻我 便一缺一拐地走向了盛开 两人想起当时的恩爱 变情到深处吻了起来 罗耀辉的脾气是真的收敛了吗 正申请时 不巧盛开的电话响了 于是走到外边去接电话 这时罗耀辉的猜疑心又涌上心头 谁呀 没有谁 没有谁是谁呀 他得逼着我去 他我听见什么呀 吃饭吧 不吃谁呀 今天这事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再摔一个 他又给我看看 眼前这个男人扒拉着碗中的饭菜 竟然发现连肉的影子都没有 这个男人叫罗耀辉 是一个极品抠门妈宝男 自从出了车祸之后 罗耀辉就性情大变 怎么没肉啊 你给我买肉的钱了吗 你工资呢 你工资呢 罗耀辉每次都以惹怒自己的老婆盛开味乐 你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 你原来也不这样 盛开因为工作没做好要赔违约款八千块钱 钱还是找自己妈妈凑的 这因为我没你钱嘛 而抠门的罗耀辉不仅不让盛开用自己的赔偿款 甚至都不愿意赌贴家用 每月的水电费也是盛开掏钱 他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现如今遇到了困难 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愿意伸手帮自己一把 眼下罗耀辉为了惹怒盛开故意给婆婆打了一笔钱 钱的数目正好是盛开需要的钱数 我是不是第一次给我打钱 你是不是一生那么大气吗 你真逗你 罗耀辉家当时装修的时候 一分钱都不出 现如今姐姐要买房子了就有钱给她 罗耀辉这句话说完就把盛开气得够强 直接就说要是敢给 他就把家里的家电全都卖了 但这个家所有的装修和家电都是我搭钱买的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就把他们全部都给卖了 罗耀辉也气得一瘸一拐地出了家门 晚上下班回来盛开正在做着晚饭 罗耀辉走到盛开面前仔细端向着盛开的脸 罗耀辉话里有话地说着盛开 认为项链和口红是别的男人送给盛开的 听着罗耀辉质疑的话盛开觉得可笑至极 并不想理会他可正是盛开这样的态度 让罗耀辉说了很多侮辱盛开的话 盛开了告诉我 像我这样 不赌不嫖不抽烟 喝点酒一进一对 媳妇好的男人 你世界上找不着第二个了 罗耀辉能成为现如今的样子 全都是因为自己平时太扣门了 甚至扣到连自己家吃菜的钱都不愿意给媳妇用 还每天疑神疑鬼 盛开气的直接回了房间 掏出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妹妹 让妹妹盛放给自己证明项链和口红是谁买的 听了妹妹的话 罗耀辉知道是自己误会盛开了 他总是说自己会改 可是下次又烦 看着生气的盛开不想原谅自己 再加上妹妹的冷嘲热讽 于是便抵不住自尊心泛滥 带着盛开来到了大商场 他来到首饰店想给盛开买一枚钻戒 盛开挑了一枚钻戒 可罗耀辉听见盛开选的钻戒要5500的时候 又嫌弃太贵 最终在盛开的坚持下 还是选择了5500的钻戒 罗耀辉今天花了一大笔开销 为了省点钱 带着盛开去吃了自助餐 可偏偏在这个餐厅遇到了盛开的前男友 就因为前男友和盛开打了一声招呼 于是罗耀辉便又开始犯病了 这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疑心病很重的妈宝男 每天都怀疑他和别的男人好了 女人叫盛开 自从嫁给罗耀辉 几乎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这部罗耀辉看完妻子盛开的日记 又在想法设法偷窥妻子电脑的秘密 还准备用个本子把里边的细节记下来 正看得入神时 没想到被提前回来的盛开抓了个现行 罗耀辉不但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他表示我是你的丈夫 你的一切我都有权利看 说完他还嘲讽盛开看的全是一些脑残的文章 殊不知盛开是觉得两人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 想在网上搜索如何更好地维持婚姻感情 没想到却遭到罗耀辉的怀疑 而罗耀辉每天都以惹怒盛开为乐 不管盛开做什么 罗耀辉总会有下一句话等着盛开 并且都是把话题往盛开的男同事和前男友的方面发展 直到把盛开惹怒为止 罗耀辉觉得自己出了车祸 瘸着腿哪都去不了 而盛开每天都画着精致的妆容到底是给谁看的 一定是为了吸引别的男人 盛开觉得罗耀辉的话可笑至极 他特别无奈 因为自己努力想要维持的婚姻 换来的却是罗耀辉每天的猜忌和找茬 让本来就有隔阂的两个人越走越远 罗耀辉听到盛开提出的离婚 就觉得盛开是早就盼着这点 他要让盛开净身出户 因为房本上写的是婆婆的名字 可是家里的装修和家电全都是盛开妈拿的钱操办的 没等罗耀辉说完 盛开气得拿起桌上的杯子就摔到了地上 这时罗耀辉也不服气拿起杯子也砸了一个 盛开还想砸 可抠门的罗耀辉认为是糟蹋钱 连忙就阻止盛开 盛开挣脱开罗耀辉要去砸床头上的灯具 却被罗耀辉一巴掌扇倒在床 这时盛开气急败坏和罗耀辉扭打到一起 两人平静之后坐在床上 看着地上一片狼藉 盛开默不作声 而罗耀辉却在心疼被砸坏的灯具 罗耀辉不仅对盛开连个道歉都没有 却把感情抒发在了已经破碎的灯具上 而盛开此时听完罗耀辉说的话 居然又一次心软了起来 他抱着罗耀辉哭了起来 到了晚上 罗耀辉埋头大睡时 盛开却在想着这段感情到底还有没有走下去的价值 盛开一次次的心软 他们两个吵了那么多次 一次次的和好 也没有换来罗耀辉的改变 反而更变本加厉 第二天早上 盛开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在厨房里做着早饭 可是望向窗外 却发现罗耀辉露出恶狠狠的表情 正在盯着自己 依旧像以前一样以惹怒盛开为乐 想压住盛开 高态一等 盛开不管说什么 罗耀辉永远都会把自己说成最可怜的一方 然后将自己的怨气通通洒在盛开身上 就因为自己腿受伤了 而盛开活动乱跳 所以让他看着心理不平衡 很不舒服 心不舒服 你不能因为自己不痛快 你说倒得大挖的痛苦不堪吗 我你能走能料的这个痛快 你痛快死没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碰得那次车祸 我直接进太平间就算了 你可以找个人再见了 这是一个特别心软的女人 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结婚不到一年 就吵了无数次 女人叫盛开 今天是丈夫罗耀辉的生日 而盛开因为早上两人的争吵 居然把这事忘记了 对不起 我把你生日给忘了 那这样 我送你一枚你一直想要的那个油片 盛开为了弥补罗耀辉 就送他一枚罗耀辉特别喜欢的油票 当盛开在翻找的时候 罗耀辉一直说自己不要 你别找了 我不要 这时盛开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机油册 盛开看向心虚的罗耀辉瞬间明白了 你看到我机油册了 一个朋友 给了一个挺不错的价价 我算当给他了 盛开的机油册是从12岁就攒到现在的 罗耀辉觉得自己残了 不赚钱了 盛开看不起他 所以才把妻子珍藏18年的机油册给卖了 同时也卖掉了对盛开的尊重 现在却反过来指责盛开几次 都是因为钱和他大吵大闹 这机油册我是从12岁就开始攒到盛开的 你别让我给我盗了呢 我这钱还你给我 我刚才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呢 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几次吵架了 是不是都用了钱 自从罗耀辉出了车祸之后 就觉得自己再也配不上盛开 因此想贬低盛开使其两人平等 可是到最后越来越觉得自己配不上自己的妻子 正是因为盛开太优秀了 所以罗耀辉心里的自卑感才油然而生 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 他想每天把盛开拴在身边 这样才能证明盛开爱他 可盛开真的做到之后 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 所以罗耀辉以前就处处挑盛开的理 他恨盛开的优秀 同时也恨自己的那种无力感 你怎么觉得你挺无奈的 我比你更无奈 每一次自己伤害盛开 他那可怕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向妻子低头 罗耀辉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 所以他同意了和盛开离婚 盛开我同意离婚 第二天他们两人出现在了最初登记的地方 但这次来是离婚的 因为他们居住的房子在婆婆的名下 所以是和盛开没有关系的 但是装修的时候是盛开家拿了12万 结婚还不到一年 这12万的装修费也被平分了 盛开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是 他继续居住在家里 直到你能偿还他六万元为止 而罗耀辉此时还不想同意 他想给盛开两万把他打了走 盛开没和罗耀辉分开时 他觉得付出精力和财力是应该的 现在都闹到离婚的地步了 自己肯定不能再妥协了 你跟他讲 让他把他的那两千给我 我给他四万块钱 罗耀辉都和盛开要离婚了 还想着要占盛开的便宜 最终在调解员的调节下 两人也都同意了 两人丝毫没有犹豫地签了字 回家后便开始分两人应得的东西 每个属于自己的东西都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然后开始了两人离婚不离家的同居生活 人离婚后便又和他的前夫过起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女人叫盛开和前夫罗耀辉结婚还没一年 争吵不断 于是两人决定离婚 他俩离婚让本来就不喜欢盛开的婆婆可高兴坏了 我敢没好好找一个 你没儿没女没妻没卦的 有孩子女人咱们不能娶 罗耀辉的街坊邻居都知道罗妈式的恋儿皮 不管罗耀辉的相亲对象有多优秀 他总能挑出一二 如今终于如了罗妈的怨 和盛开离了婚 儿子又是他一个人的了 等罗耀辉偿还完盛开的六万块钱 就可以让盛开搬走吗 这不是敲住杠吗 罗耀辉的这边 怎么算敲住杠的人 法院就这么看吗 这时罗耀辉和罗妈交代家里贴着盛字的都不能动 写油的是我的 你盛开的 罗耀辉还没交代完 罗妈就把盛开的东西拿了出来 却都被罗耀辉给塞了回去 你什么手势都让他给占尽了呢 你呢 遇上事除了你吗 你连个帮忙的都没有 我不管大事小事 都是人家盛开帮忙 听到母亲说落着盛开的话 此刻的罗耀辉居然神奇地帮盛开说了话 可现在的深情又有什么用吗 到了第二天 盛开的父亲听说两人离了婚 便找到罗耀辉 两人去了一个餐馆 盛开爸一边数落着罗耀辉 一边心疼着自己的女儿 我听到 就你个人 我女儿跟你过日子过一年 你劝他一年的过一倍 跟你劝他一半 我成我条件不好 不得有男人的尊严吧 正是因为罗耀辉知道盛开太优秀 所以自己自卑的心理越来越强 每天都贬低盛开 想让盛开也变得自卑 这样他就觉得两人平等了 我听了罗耀辉说的话 都想给他一巴掌 罗耀辉被打之后 站起来准备走人 却被盛开爸叫住了 罗耀辉虽然心里不服气 但是他不敢不喝 于是便拿起酒瓶 往自己肚里段 几口下肚之后 就被辣得撕心裂肺 罗耀辉喝完酒 听见隔壁桌在吵架 或许是酒撞耸人打 他大手一开桌子 直接破口大妈对面 带着金链子的大哥 这时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 盛开爸拉着罗耀辉就跑了 盛开爸把罗耀辉送回了家 罗妈看到自己的儿子 喝成这样便心疼不已 埋怨着盛开爸 盛开爸还没说话 罗妈便恶人先告状 说自己儿子在婚姻中 受了太多的委屈 听到罗妈这样说自己的女儿 盛开爸气愤不已 可是对一个不讲理的女人 讲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 他也没办法对一个女人动促 所以只能警告罗耀辉 以后再敢欺负盛开 就不止今天这么简单 自从盛开爸来过之后 罗妈的脾气便收敛了不少 每次只敢在背后嘟囔盛开几句 这天 收电费的阿姨找上了门 两个月的电费一共是113 罗妈拿着单子敲了厨房的窗户 把盛开叫了 收电费的大妈还不知道两人离婚了 看着这么小气的一家人简直是无语 走的时候还忍不住往里多瞅了两眼 原自从离婚后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舒坦 女人叫盛开 因为前夫欠他六万元钱 还未偿还 所以暂时居住在前夫家里 直到还完为止 可他前夫的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 这不和盛开离婚没几天 自己在这个单位干了12年 今天便通知自己下岗了 罗妈一听电想起身去找罗耀辉的领导算长 这时盛开开口劝导拦住了他 如今罗妈才突然醒悟 觉得盛开才是罗耀辉的真相正主 以前觉得儿子娶了盛开越来越倒霉 可如今罗耀辉离开盛开之后 越来越差劲 罗妈或许想再次撮合他俩 便说自己青岛女儿家没人带孩子 可儿子又下岗了 希望盛开能帮忙照顾一下罗耀辉 心软的盛开看到罗妈眼含泪花 便再次忍不住答应了罗妈 自从罗耀辉被迫下岗后他不知犯哪门子病居然请全单位的同事们吃饭 在单位工作了12年吃过别人无数次饭 而自己因为罗妈的严加看守成了同事口中的铁公鸡 一毛不拔 聚餐吃饭正常的社交有来有往 可这样的行为罗母却是不允许的 因为浪费钱 上次处长孩子办满月时大家都商量好的包八百 可罗耀辉因为心疼钱只包了三百 所以这次单位裁人的时候率先把罗耀辉给裁掉了 桌子上的菜一道道上着 罗耀辉心里的血一点点滴着 一杯一杯的酒下肚之后 罗耀辉醉得不省人事 这是服务员过来结账 罗耀辉听完服务员报的前述 正摸口袋之际居然晕了过去 怎么叫也叫不行 这可把同事们气坏了 所有人都指责罗耀辉太丧良心了 最终罗耀辉一分钱没掏 却吃了一顿大餐 还被同事驾着送回了家 罗耀辉还在担心自己花了多少钱 他掏出钱包 拿出一打钱 仔细一数 因为钱没少了 谁买单的 来想着请同事们吃饭 缓解缓解关系 可这下好了 直接把公司的大小领导全得罪了 第二天早上 罗耀辉正在做着黄瓜蛋花汤 可突然间 里传来急促的烧水声 男人跑过去正准备打开盖子 突然间 罗耀辉摔在了地上 盛开被吓得急忙拨打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 发现罗耀辉长时间大量酗酒 加上高血压 在摔倒之后 脑袋里出现了弥散性的血点 血点会使记忆力衰退 听到医生的结论后 盛开看着躺在床上的前夫 一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们刚离婚 罗耀辉的补偿款还没还给盛开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没办法的盛开 只好给自己的妈妈打了电话 盛开的家人听说了这个消息 都在为女儿盛开发愁 离婚的事还没解决完 又出现了这一档子时 发愁之际 他们急忙给罗耀辉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无奈之下 盛开家人只能先去医院 看看什么情况 难道盛开真的甩不掉 罗耀辉这块臭皮膏药了吗 过了几天 罗耀辉出院回了家 在盛开的细心照料下 罗耀辉现在只依赖盛开 就好比一个大人 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罗耀辉现在会做的事情 就是看电视 玩玩具 连日常生活都要盛开手把手去教 可需要上班的盛开 不能24小时总在家里照顾罗耀辉 于是盛开就叫罗耀辉怎样使煤气 科技变下来 罗耀辉一点也没询问 而这时罗母打电话过来询问罗耀辉的情况 罗耀辉也是在盛开的教导下和母亲对话 罗耀辉此时此刻才明白盛开的好 当初满心看不上盛开 一直想拆散他们俩 现在发现自己错了 盛开才是儿子最好的归宿 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如今的盛开是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骑着自行车每天奔波在家和公司的路上 为了让罗耀辉自力更生 盛开给罗耀辉买了一个录音机 里面录着超市和回家的路线 这天罗耀辉根据录音机提示 来到了超市买东西 就在回去的路上 录音机突然不响了 罗耀辉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立马就害怕了起来 一遍遍喊着盛开的名字 这时盛开下班回了家 发现没找到罗耀辉 便着急的出去找 刚准备出去 罗耀辉便回来了 原来是好心人士报了警 警察同志根据录音机的提醒 把罗耀辉送回来了 警察走后 盛开抱着罗耀辉哭了起来 或许这就是一日付七百日恩吧 在盛开的细心照料下 罗耀辉的病情有了好转 可善良的盛开 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 因为自己长时间 迟到早退地照顾罗耀辉 却被公司解雇了 在盛开最需要钱的时候 这时也丢了工作 离婚失业 还要照顾失忆的前夫 盛开真是惨到家了 由于心情低落 盛开在大马路上痛哭 回想着生活的不堪 就在这时来了一辆轿车 车上下来一个 即将改变盛开命运的男人 盛开看着这壮汉 吓得起身就跑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路边喝酒 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壮汉 吓得女人起身就跑 女人叫盛开 因为自己每天要照顾失忆的前夫 就在刚刚他还被公司给辞退了 盛开看着男人还在跟着自己 他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盛开跑到主道上 恰好遇到一辆警车 男子脱下帽子 看着警察怀疑自己的眼神 连忙解释道 警察要来了男人的身份证 连续看了几年 男人和警察居然成了战友 盛开一时间竟无话可说 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将是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 盛开见此情景准备离开 这时男人叫住了他 盛开被这句话给激住了 和男人来到了酒吧 男人叫腾越 这家酒吧是他的朋友蒲老师开的 刚上酒 盛开就抱着酒杯大口喝了起来 把腾越都给震惊了 腾越看着盛开一大杯下毒之后 便笑话起了盛开 听完盛开说的话 腾越冷了下 便哈哈大笑起来 说自己也是离过婚的人 只要不得绝症 总有出头日 胡老师看腾越指点别人的人生头头是道 便不忍笑着说到腾越 自从腾越离婚后 每个月都会给没有孩子的前妻抚养费 把剩下的钱花在流浪狗的身上 就这样每天还嘻嘻哈哈的笑着 盛开听了之后惊讶不已 没想到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这么生气 腾越给盛开指了条路 开家陶瓷工艺店 投资少 而且是自己喜欢的 盛开觉得腾越说的有道理 三人一起举杯喝了这杯酒 自此结交成了朋友 盛开说干就干 家人也非常支持盛开 哥哥拿了五万 母亲拿了四万 自己还有五万 但这些钱只够一年的店面租金 正好父亲知道女儿有难 好来想给出出主意 父亲说完这番话便走了 盛开抵不住多年的压力 趴在母亲的怀里痛苦 不知道是在哭生存的艰难 还是对父亲的爱与恨 盛开最终同意了父亲的帮助 父亲把盛开带到自己刚开张不久的店门口 盛开觉得父亲做的牺牲太大 心里过意不去 不知以后该如何还清这份情 一句句善意的谎言化解了盛开心中的一道道防线 盛开面对金钱的压力 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帮助 店铺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装修怎么办呢 这时一脸愁容的盛开又遇到了藤月 人和男人不打不相识 前天晚上两人闹了一场乌龙 于是便结交成了好朋友 女人叫盛开 在好朋友藤月的建议下打算开家陶瓷店 可是装修的费用却把盛开担住了 盛开正在大街上走着 没想到又遇到了藤月 藤月看到盛开发愁便想请他吃饭 两人坐在饭馆里 盛开说着自己为装修发愁的事 藤月听完便给他找到了费用低 质量有保障的装修公司 藤月帮盛开又解决一个难题 盛开看着藤月 心里不禁浮现出一阵静佩之意 这个离婚的男人真是不简单啊 而这个不简单的男人也即将带他脱离这倒霉的人生 这天晚上藤月和盛开吃完饭便把盛开送回家 在门口说话时 恰好被出来倒垃圾的前婆婆给看到了 他连忙跑到屋里把自己看到的说给罗耀辉听 想让儿子叫一下盛开 盛开不计前嫌尽力照顾好了生病的罗耀辉 换来的仍然是罗妈的贬低 其实他害怕的是盛开要是再婚就会对他娘俩不闻不问 你现在不是说什么要说呀 等着他把玉帽都给你带上你再说呀 就在这时盛开进了屋 盛开你要结婚啊 嗯 结婚了 罗妈说的 你什么要说的 你婚起来 罗妈连忙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 可盛开也不藏着掖着 大方地告诉了他们自己的人生规划 到时候店里开张了 自己便搬出去 屋子就租给罗耀辉点那六万元钱的费用 罗母听完盛开的话 立马不论意了 遇到这样的人也是人生不幸之一 盛开看着罗妈拿自己没办法的样子 不禁得意地笑 其实善良的盛开早就为罗耀辉谋好了出路 第二天晚上 盛开带着罗耀辉他们去看了店面 想着这家最适合坐面市馆 请敌音当帮手 他们听了之后满心欢心 憧憬着数钱的日子 盛开他们决定好 就开始分工了 让罗耀辉拿存折把钱取出来置办物品 罗耀辉一听愣住了 失忆的他根本不知道存折放哪里了 回到家后 三人便开始翻箱倒柜地翻找存折 毕竟自己的住院费都是盛开掏出来的 存折仍然找不到 这时罗耀辉气得想去浴室静静 可突然盯着热水器发呆 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这时盛开走过来 看着罗耀辉一直盯着热水器方向 便想会不会存折放在那里 走近一看确实是包得严严实实的存折 他们来到银行 可是罗耀辉根本不记得密码 连续试了几次都错了 这时盛开忽然想到一串数字输了上去 包子店今天开张了 客人源源不断 罗耀辉将店里打点的十分周到 盛开来到包子店光顾生意 盛开听到流水这么多 自己也要了两提包子 接着塞给罗耀辉一笔钱 罗耀辉听完盛开说的话 他不同意盛开入 这时盛开便让他们偿还六万元钱 罗耀辉听了盛开说的话 也只能先答应盛开让他入 罗耀辉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盛开也非常自觉地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家 盛开听到罗耀辉说的话觉得十分暖心 罗耀辉依不舍地把盛开送到了出租车上 路上盛开看到了别人的婚车 便告诉罗耀辉自己曾经也结过婚 可是失忆的罗耀辉怎么也想不到盛开说的是自己 盛开看到罗耀辉已经忘记 自己也不再提起过去的往事 到了晚上 罗耀辉和迪英在店里准备着明天要用的食材 这时罗妈推开门看到两人交谈甚欢 她看出了迪英对自己的儿子有意思 便找个借口把罗耀辉拉回了家 人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 却遇到了改变自己下半辈子命运的人 从此有了男人的存在 他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 女人叫盛开 在滕月的帮助下 自己的陶瓷店顺利开张了 看着店里源源不断的顾客 盛开也乐在其中 到了晚上 滕月来接盛开下班 盛开惊呆了 本来随口说的一句话 没想到滕月就真的给他实现了 二手都不贵 我没那么钱 我都给你付完了 我两年换车钱了 五年都行 他兴奋地接过车要是准备试驾 还没开始启动 却被滕月调侃了一份 等会儿 你这么觉得 滕月靠近盛开时 盛开心里小路乱撞 我开车第一个神迹安全带 在直男滕月的催促下 盛开缓缓启动了车子 没过几天 盛开就开着车来到了滕月的修车店 滕月认为自己和盛开很熟了 所以便嘲讽他开车技术本 盛开听见这句话便生气了 因为自己没和罗耀辉离婚时 罗耀辉就每天以贬低自己为乐 所以盛开对别人贬低自己的话 也变得特别敏感 盛月见状特别心疼 赶紧逗盛开开心 盛月和罗耀辉确实是两种人 盛月是盛开生活中的一束光 为盛开指引方向 而罗耀辉则是盛开的一堵墙 阻止着盛开前进 可这并不影响盛开的善良 盛开不计前嫌地帮助罗耀辉 开了一家面试馆 这天敌因为了顾客们的光临 把自己做的点心分给顾客们吃 顾客们吃着点心还不忘调侃着他们俩 罗妈看到两人如此亲密 便直接把脸拉了下来 罗妈连上过大学的盛开都看不上 更何况敌因呢 罗耀辉看罗妈不开心 便连忙说好话 到了晚上 罗耀辉收拾桌子时不小心扭到了腰 学过手法的敌因让罗耀辉趴在床上 用脚法使劲帮罗耀辉缓解腰疼 就在这时罗妈突然开门走了进来 罗妈认为男人被女人踩在脚下特别晦气 看着罗耀辉和罗妈回了家 敌因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明知道罗妈是个怎样的人 可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喜欢罗耀辉 另一边罗妈故意在罗耀辉面前诋毁着敌因 而罗耀辉从失忆后在盛开的细心照料下 忽然变成了一个心地善良有担当的男人 或许这就是前人灾树后人成良吧 罗耀辉听着母亲说的话便反驳他 那你在说什么呢 就算我动那个心思 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我呢 罗耀辉做了个梦 惊醒之后便没了睡意 于是来到面试馆准备明天早上用的食材 此时看着店里的桌椅便忍不住夸敌因 敌因听见动静便走了出来 两人都睡不着便一起准备着明天的食材 敌因给罗耀辉诉说着自己心中的委屈 罗耀辉听了之后特别心疼 因趁机问罗耀辉以前的事 罗耀辉想着想着脑袋便疼了起来 于是不顾沾满面粉的手 双手直脑头 敌因看着头发脏兮兮的罗耀辉便提议帮他洗头发 这一洗两人的关系便更进了一步 第二天早上罗妈看到发生的这一幕便愣在了原地 这个母亲一大早地来到了自家的面食店 可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幕让他直接破口大骂 端起旁边的面盆就砸了过去 罗耀辉向罗妈解释着 敌因则吓得躲在了罗耀辉的身后 气急败坏的罗妈便晕了过去 罗妈被送到了医院 罗耀辉则守在罗妈的身旁 这时敌因顶着被骂的压力 给罗妈做了鸡汤送过来 罗妈打心底里看不上敌因 所以敌因和他说话也当作没听见 大妈 我给你做了鸡汤 罗耀辉为了谎和两人的关系 在罗妈面前说着敌因的好话 在罗妈住院期间 罗耀辉守在罗妈身边 敌因便负责给罗妈送饭 另一边店里忙得不可开交 敌因则像一个老板娘一样 把客人的订单打理得井井有条 罗妈出了院 因为罗耀辉和敌因两人发生了关系 敌因也就顺利成章地住进了罗耀辉家里 饭桌上两个女人都在宣誓着自己的主权 敌因因为有了靠山 对待罗妈也没有了以往的忍让 敌因说完 罗妈眼睛便瞥向了罗耀辉 罗耀辉则表示自己带母亲检查完 就去帮敌因 吃完饭后 敌因让罗耀辉帮自己擦碗 实际上他想试探罗耀辉什么时候和自己结婚 殊不知他说的话 全被在门外偷听的罗妈听到 这时罗妈把罗耀辉叫到身边 警告儿子不能和敌因走得太近 更不能和他结婚 到了半夜 敌因却爬上了罗耀辉的床 两人进行时 敌因故意告诉罗耀辉前夫要和他复婚 自己是来和他告别的 敌因为了嫁给罗耀辉也是用尽了心思 罗耀辉怕敌因的前夫对他不好 便劝阻他 看着罗耀辉傻乎乎的样子 敌因笑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敌因和罗妈请一上午假 这时罗耀辉以为他要和前夫去复合 便追了出去 敌因故意说话刺激着罗耀辉 在敌因的装腔坐视下 罗耀辉答应了和敌因领证结婚 另一边罗耀辉的前妻盛开 结识了好朋友滕月之后 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 感情也逐渐升温 那天晚上两人同往常一样 准备去吃饭 车子正在路上行驶着 这时滕月看到有人抢劫 便加大油门追了上去 到拐弯处 滕月一个急杀 便撞到了小偷的车尾 小偷躺在地上动也不动 滕月不顾盛开的阻拦想下去查看 滕月慢慢往前靠近 而此时的小偷突然睁开眼睛便想逃跑 滕月连忙追了上去 把盛开一人留在了这里 周围一片漆黑 盛开忍着心里的害怕 下车去找滕月 就在这时 盛开看到了小偷 便大声呼喊 小偷听见他的叫喊声 立马返回掐住了盛开的脖子 盛开拼命挣扎 挣脱开小偷后 用脚踢中了小偷的命脉 看小偷痛苦之际 便往回跑 同时碰到了回来的滕月 盛开听到滕月的声音 便委屈地哭了起来 滕月心疼地抱着盛开 这一次也让两人今后的关系更加明确了 这个男人瞒着自己的母亲 和家里的保姆领了结婚证 男人叫罗耀辉 自从迪英想尽办法和罗耀辉领了证 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迪英想掌握包子店的大权 便和罗耀辉说起了盈利收入 说着说着被出来的罗妈打断了 这时盛开作为股东来收款 看着两人算账交谈的样子 迪英觉得罗耀辉对盛开还有语气 看盛开的眼神都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甚至都忘了没有盛开 就没有他如今的生活 到了晚上 迪英便和罗耀辉提起此事 让他远离盛开 紧接着两人发生了争吵 吵得正激烈时 不巧 两人领证的事也被罗妈听到了 这可把罗妈气坏了 罗妈质问罗耀辉时 迪英看不下去便反驳了罗妈 迪英说完 彻底把罗妈逼几眼了 指责迪英明知道自己不能生孩子 还要故意断了老罗家的乡 罗妈骂完迪英 便回过头来狠狠地给了儿子一巴掌 回到家后 罗妈躺在床上止不住地哭泣 无奈的他也只能接受现实 气管炎的罗耀辉听见母亲哭泣的声音 便想起床去看望下 却被迪英拦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罗妈处处找迪英的茶 可迪英也不是好惹吗 一句句回怼着罗妈 迪英怕罗耀辉和盛开见面 便偷偷跟踪了他 罗耀辉来到了盛开的店里 正好藤月打来电话 于是便带着罗耀辉一起去了 失忆的前夫和现任男友初次见面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这时迪英也来到了这里 罗耀辉看见迪英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 可谁曾想跑来一只大狗 罗耀辉怕咬到自己 便顶着桌布在迪英面前直溜溜地走过去 男人和前妻在一起吃饭 不料被妻子抓个现行 男人叫罗耀辉 自从和家里的保姆领了结婚证 就每天怀疑自己和前妻还与情未了 这步 迪英又偷偷跟踪罗耀辉来到了这里 罗耀辉被迪英发现后 两人你跑我追 罗耀辉便跑到了后厨外面的梯子上 盛开听见动静 赶紧跑过来 迪英有心地说着自己已经和罗耀辉领了结婚证 盛开了解情况之后便把迪英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盛开无心刁难 随后又安慰他一起去吃饭 吃饭时 迪英还是气不过 一杯白酒一口就吓躲 于是便看向罗耀辉 迪英故意想在盛开面前 让罗耀辉亲口承认他爱不爱自己 可罗耀辉闭口不说一句话 把迪英气得想回家 被盛开强行推了回来 迪英坐在亭子里 抱怨着罗耀辉心里还有盛开 你们俩之间要是有问题 那问题一定是出在你们自己身上 你非常的计较你的付出和回报得不得正理 听着盛开的话 迪英哭得也越来越委屈 便把自己心中的苦权都说了出来 两人聊完之后 迪英的脸上也恢复了笑容 两人也重新和好了 拉着手便回了家 两人一到家 婆婆便摆出一脸气氛的样子 而迪英想起盛开的话 也便不和他一般见识 主动关心起了婆婆 婆婆说完便装可怜地 给自己去世的丈夫诉着滚 撑自己的儿子出去玩也不带着自己 自己连饭都吃不上 事实上迪英出门前就把饭菜做好了 却被罗妈嫌弃是剩饭 罗妈依旧不打算放过迪英 两人便吵了起来 罗瑶辉不想听两人的争吵 于是把耳朵捂了起来 罗妈的这句话说中了迪英心里的痛 迪英无奈地看着一旁的罗耀辉 另一边 盛开两人回来后 藤月劝说着盛开不要在婚姻中总是要求爱与不爱 因为婚姻最终都是回归平淡 两人因意见不合 藤月被盛开轰了出去 你不要老在生活当中 婚姻当中老是在要求爱还不爱 如果不提爱和不爱 这日子怎么往下过 复习之前就要提爱和不爱 提了爱和不爱 它才能够关系往下进行 那个感情它能够更加牢固 可是有时候过分的爱和不爱是一样的 那过分总比没有好吧 盛开你怎么刚开始 你有点无理取冒 我无理取冒 这天盛开接到了交通局的电话 人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却让他痛不欲生 女人叫盛开 自从离婚后结识了好友藤月 两人感情升温刚确定关系 没想到男友就出了事 盛开接到电话之后 就和朴师傅一起来到了警察局任领医务 路上盛开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盛开拿过认真看着 确定是藤月的物品 紧接着来到医院查看藤月的尸体 朴老师看到面目全非的藤月 立马把白布盖了上去 这时盛开想看藤月最后一眼 却被朴老师拦住了 因为脑袋撞在了桥墩上 所以什么都看不清了 盛开认为藤月出事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是自己的命把他磕的 让两个男人都出了车祸 自此以后盛开每天都以泪洗面 还生了一场病 这时洛耀辉察觉到盛开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便猜想他会不会出事 这是狄音听到罗耀辉说盛开 立马拉下脸来 第二天罗耀辉还是担心盛开 于是便给盛开打了一通电话 可是盛开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罗耀辉听说盛开生病了 便立马跑到医院 找到了盛开 看着盛开苍白的脸色心疼不已 盛开输完夜 罗耀辉送他回到了店里 细心地帮他盖好被子 嘱咐着盛开要不停地喝开水 这时狄音却给罗耀辉打来了电话 称电里忙不过来 让他赶紧回去 罗耀辉回去之后便给盛开煮了粥 这时罗妈听说盛开生病了 便让罗耀辉把自己腌的咸菜也带过去 两人瞒着狄音 罗耀辉细心地照顾着盛开 等到盛开吃完他才回了家 狄音回到家摸着罗耀辉鞋的温度 便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狄音怀疑他去见了盛开 看着罗耀辉逃避这话题 这时狄音便问罗耀辉自己好不好看 狄音一气之下把罗耀辉赶出了房门 罗妈听到动静变出来了 看着没出息的儿子 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到了第二天 罗耀辉和往常一样给盛开送着早饭 其匆匆地给盛开刚倒出来 便又赶了回去 赶紧回去吧 那你自己回去也小心点 行 有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 看着回去的罗耀辉 盛开的心理五味杂陈 而另一边 狄音知道了罗耀辉每天都去照顾前妻 便生气地数落着罗耀辉 罗耀辉 今天你要不把你跟盛开那点破事 给我整清楚了 咱俩日子别过了 罗妈或许看不惯狄音 帮着盛开说了句公道话 我儿子躺在床上大小人出不来的时候 被他前妻 心全意伺候出来的 什么呀 你说不说 你要这样 咱俩把你破装都撕了 在迪鹰的逼问下 罗耀辉一句话也没说 迪鹰生气地哭着跑了出去 罗耀辉想去追 却被罗妈拦住了 到了晚上 罗耀辉来给盛开送饭 同时向盛开求助怎么把迪鹰哄回来 什么 应该跟迪鹰 怎么说 那就是这样 你找到他 然后看着他的眼睛 他说 可是罗耀辉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 第二天罗耀辉找到迪鹰之前的住处 大声喊着迪鹰的名字 迪鹰迟迟不开门 想摸摸罗耀辉的性子 罗耀辉还是没有说出那三个字 罗耀辉一直等到晚上才回了家 没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 这时罗妈打算去洗衣服 让罗耀辉去拿盆 耀辉打开门便发现迪鹰正站在门外 迪鹰放下行李 夺夺婆婆手中的衣服 罗耀辉赶紧跑去帮迪鹰 另一边 盛开懂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他 于是便急忙回到了店里 他往外望去 却发现腾越站在那里 正看着自己 这可把盛开吓得不轻 男人死了几天之后 居然奇迹般地复活了 就在前几天 盛开接到交通局的电话 被通知自己的男朋友腾越 因为出了交通事故抢就无效去世了 确定是腾越身份的 仅是口袋里的一张身份证 如今却站在了自己眼前 这可把盛开给吓坏了 这时腾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盛开把前因后果告诉腾越后 腾越笑着解释道 自己的手机钱包头 一天进山时就被偷走了 自己也没办法联系盛开 死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小偷 腾越看着盛开 为自己担心的样子 不仅心里乐开了话 腾越刚说完 盛开愤怒地对腾越拳打脚踢 盛开现在特别忌讳这个字 赶紧用手捂住了腾越的嘴 经过这件事 盛开也彻底性命了 更加觉得前婆婆说自己 客服这句话有道理 她不想再拖累腾越 于是便把腾越赶走了 无奈的腾越来到了老兵酒吧 找到了朴老师 她向朴老师求取经验 朴老师说自己拉着盛开去认识 奔丧 自己看到那种场面都缓不过来劲 她不敢想当时的盛开有多难过 第二天一早 腾越为了得到盛开的原谅 便穿着一身军装 手捧鲜花来到了盛开的店门口 盛开不能对穿着军装制服的老兵耍赖 于是准备接过鲜花 却发现腾越居然紧张到打啰嗦 你多做什么呀你 腾越解释说这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紧接着腾越带盛开来到了老兵酒吧 酒吧里只开了一盏灯 原来是腾越包场了 腾越说着这是两人开始的地方 要想结束也应该是在这里 盛开听到这句话便不可置信地看着腾越 这个男人还是放弃了敏感而又自卑的自己 这时盛开打开心扉向腾越诉说着自己的内心 其实盛开心里也已经爱上了腾越 只是害怕自己的命运给腾越带来伤害 这时腾越打断了正在说话的盛开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正开听着腾越说的话确定了腾越便是自己对的人 两人吻得深情时 灯光全都亮了起来 战友们也都走了出来 为他们鼓掌祝贺 这时盛开才明白这是腾越以退为进 来试探自己的内心 此时腾越站起来向条老师表示感谢 同时把自己的手伸向了盛开 盛开也将自己交到了腾越手中 两人醉醺醺地走在路上 这时盛开的鞋带松了 正准备弯腰去记 便被腾越接下来的动作暖到了 两人幸福地来到了修理场 腾越清楚地记得两人认识了253天 253天对他们来说不算长 可是却十分地相见恨晚 两人都在第一次婚姻中遭到了不幸 可庆幸的是遇到了彼此 共度余生 迪鹰以为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便来到医院检查 听到医生的话 迪鹰惊讶不已 眼泪也尽湿了眼眶 因为之前自己的子宫伤了 很难怀孕 医生交代完迪鹰之后 他回家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罗耀辉 罗耀辉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吃饭时 罗耀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可是婆婆并没有很高兴 面无表情地放下了碗筷 走到自己的房间里 咕咚咕咚地大口喝着水 回来继续埋头吃饭 看着婆婆这样的反应 迪鹰也气得回了自己房间 罗耀辉也紧跟了过去 两人也因为意见不合吵了一架 婆婆来到厨房 没想到除了神 居然看到了自己去世的丈夫 丈夫埋怨着他 自己从前被婆婆欺负怕了 如今为什么还要做恶婆婆呢 听着罗耀辉说落着自己的话 便忍不住哭了出来 向自己的丈夫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到了晚上 婆婆便坐了一大桌子好吃的 迪鹰被婆婆的举动惊叨 这时婆婆说厨房顿的乌鸡 迪鹰刚起身 便被婆婆拦了下来 并交代着罗耀辉 迪鹰的身子一天比一天重 他这腿甲也不略 家里的大脚事 他学着担担 婆婆瞬间的改变 也让迪鹰心存感动 迪鹰来到婆婆面前 问他喜欢孙子还是孙女 罗妈毫不犹豫地说自己喜欢孙子 这时两人也敞开心扉 让彼此走得近了些 此时罗耀辉从厨房回来 看到两人难得和谐的一幕 心里也乐开了花 第二天罗妈还是心疼儿子 不舍得让他那么累 自己便出去买了菜 另一边盛开的父亲 自从生病之后就消失了 盛开的哥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虽然父亲年轻时错怪了母亲 贴下他们母子三人 可是母亲心里恨早就没有了 听说他得病之后还是非常担心 到了晚上盛开妈便找到了他们 两人聊着盛开爸的病情 我的手一真蛮虚 我的位置也不这么好 我至于的可能也很小 咱不还得见往前 盛开妈心疼地说落着盛开爸 称他永远都只为自己着想 不顾别人的感受 其实是盛开爸不想麻烦家人 觉得自己没有为家里做过什么贡献 反过来还要拖家人的后腿 盛开妈听着他说的话心里难过不已 这么多天的相处 此时的盛开妈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最终在盛开妈的劝说下 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北京去做手术 人一大早来到医院运检 可是男人却紧张地冒汗 盛开见滕月紧张的样子 便忍不住调侃他 我生孩子还你 生孩子 你紧张什么呀 我孩子呀 那天晚上咱俩喝酒了 我就怕这孩子疑惑 原来滕月是担心孩子有问题 盛开刚要安慰他 便被护士叫到名字 检查室里 滕月听着孩子有力的心跳声 忍不住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刻 两人回到家 滕月便把视频给二老看 看着两人合不拢嘴的样子 滕月觉得此时幸福极了 这时婆婆想让两人回来住 一来自己可以方便照顾盛开 二来以后孩子能在大院子里 肆意玩耍 说完便行动了起来 盛开此时觉得自己也无比幸福 二婚的自己遇到了 善解人意的公公和婆婆 还有疼爱自己的丈夫 另一边 迪英自从怀了孕 便都是婆婆做好饭给端到饭桌上 哪有馋的口呢 那是给我孙子做的 迪英夸赞着婆婆 婆婆却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大孙子做的 三人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店里的财务方面 这里您是老板娘 听完罗耀辉说的话 迪英脸色瞬间变了 罗耀辉便想招法地逗她开心 紧接着迪英和罗耀辉来到了集市上 迪英在前面负责吃 罗耀辉在后面负责买单 抠门的罗耀辉为了省点钱便自己什么都不吃 这时迪英问罗耀辉两人什么时候办酒席 迪英仗着自己怀了孕变人心不语 罗耀辉拿她没办法 还是无奈地付了钱 这是迪英从厕所出来 看到罗耀辉鬼鬼祟祟的 便偷偷在后面跟着 这时罗耀辉向迪英解释着有小偷 迪英不加思考地大声喊了出来 两人和小偷斗智斗勇 买的东西也洒落了一地 关键时刻迪英给了小偷一棒锤 这时路人也帮着压了上去 可是没曾想压的下面的罗耀辉是脸红脖子醋 没想到这次的事件居然帮盛开找回了最开始丢失的鸡血石 盛开决定请他们两口子吃顿饭表示感谢 四人来到了餐馆 迪英肆无忌惮地点着单 盛开为了表示感谢 提起了酒杯 却被细心的藤月拦了下来 把盛开的那一份也喝了下去 盛开 你去酒了 我去酒了 藤月刚想说出盛开怀孕的事 却被盛开打断了 这时罗耀辉也学着心疼自己的妻子 两杯下肚之后 罗耀辉听着盛开的声音 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些零碎的记忆 人离婚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盖失忆的前夫也如亲人一般 女人叫盛开 为了感谢前夫罗耀辉两口子帮自己找回的鸡血时 决定请他们吃饭 饭桌上两杯下肚的罗耀辉听着盛开的声音 脑海里浮现出曾经和盛开一起生活的碎片 疑惑的罗耀辉 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打好朋友盛开呢 这时在盛开的不断呼喊下 回到了现实 这时迪英突然感叹道 敌英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丈夫 而庆幸的是如今自己也找到了幸福 两人来到盛开的店里 藤月细心地帮盛开松解鞋带 这时藤月询问怀孕的盛开 什么时候才能嫁给自己 此时的盛开还在犹豫不决 他想让藤月和他前妻断绝来往 觉得两人没有孩子就没必要打生活费了 藤月这时便说起了罗耀辉 那你怎么帮罗耀辉就行了 我帮罗耀辉是帮他成长 你前妻是在搜刮你 藤月自知没理 便不再说话 这时藤月灵机一动 用一拉罐地拉环 然后情深意怯地单膝下跪 盛开刚说完 藤月便怂了起来 他询问起盛开父母的情况 看着藤月胆小的样子 盛开故意吓唬他 第二天一早 大女儿盛开带着藤月 小女儿盛放带着谢启明 一起来到了家里 他们要一起给盛老爷子过60岁生日 藤月今天好好收拾了一番 庄斯文的眼镜也带了出来 这时两个女儿去厨房里帮母亲 留下两个女婿 两人互相推让 害怕地藤月 把谢启明推到老爷子的身边 此时哥哥盛玉也来了 盛玉坐下来和两人 说起了自己的妹妹 另一边 在厨房帮忙地盛开 看到桌子上的坛子 打开之后便大口吃了起来 这时母亲便疑惑地问盛开 盛开这才把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母亲 母亲不信 便把彩超视频拿了出来 母亲知道之后非但不生气 还拿到客厅向盛老爷子炫耀 一家人喜出望外 可藤月却紧张地站了起来 随后 他们便来到了餐桌 这张桌子头一次坐满 就拆孙子和儿媳 一家人就团聚了 这时圣玉提议 大家一起站起来举杯 祝圣老爷子生日快乐 坐下之后 哥哥习惯性地想给两个妹妹加饺子 看着两个妹妹此时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既开心同时也有心酸 最后自己吃掉了手中的饺子 吃完饭后 他们几人围在生病的父亲身边 聊着家常 看着这样的场景 大家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另一边好不容易怀孕的迪鹰 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 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喊来了罗耀辉 随后把迪鹰送进了医院 罗耀辉拿着化验单着急地往回赶 突然和火急火燎的盛开撞到了一起 对时盛开来不及顾迪鹰了 因为自己的父亲肺癌严重了正在手术 他急忙跑到了手术室门口 一家人焦急地在门外等了将近四个小时 手术终于结束了 大夫走了出来 告诉他们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时日也不多了 盛开妈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不已 嘱咐着自己的儿女们 这个父亲的寿命即将走到了尽头 临行前想再次听听儿女们的声音 此时的父亲感到无比幸福 自己缺起了儿女们的生活20多年 他们非但不抱怨 还在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 父亲临行前叮嘱着三个孩子 孩子们听完父亲的话 伤心的痛哭流涕 可是在疾病面前的那种无力的 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 第二天父亲便像个小孩一样 要哄着菜肯吃饭 孩子们来了以后 他便开心了起来 三个孩子都想留在这里 陪着父亲 这时父亲便想让自己的妻子 陪一晚上 而你们回去后 都在悔恨着自己当初对待父亲的方式 另一边两位老人 回忆着年轻时候的场景 盛开爸不禁感叹自己年轻时做的错事 现在还来拖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 这时盛开爸便说自己饿了 让盛开妈给自己冲一碗年轻时常吃的黑芝麻糊 很快 黑芝麻糊便做好了 吃完之后便躺下休息 盛开妈自己也躺在了床头守着盛开爸 此时盛开爸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很多年轻时的画面 两人骑着单车 开心地笑着 要不是当时自己的猜疑心太重 他们也不会错过那么多的幸福时光 他躺在病床上 回忆着往事 安心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 盛开妈被机器的心电图的叫声吵醒 看着盛开爸嘴角的黑芝麻糊 便起身去擦 忽然间 他发现盛开爸 鼻子没了呼吸 便急促地呼喊着 盛开妈 老师 便按响了急救灵 大夫们来到之后 检查发现人已经走了 护士们把房间里的机器都收走了 盛开妈不敢相信地数落着他 自己的心里也早已悲痛万分 孩子们接到消息后便都急忙来到这里 可是还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眼 他们和母亲一起送父亲最后一程 母亲掀开白布看父亲最后一眼 看着父亲苍白的面旁 女儿哭得撕心裂肺 他还没好好感受父爱 父亲却走了 哥哥把盛放拉开 母亲强装镇定 盖上了白布 盛开扶着母亲 和父亲永远告了别 人离婚后 结交了藤月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幸福 这不细心的藤月怕盛开把孩子生下来 三年内出去旅游都不方便 所以想趁着孩子出生前 带他去云南旅游 怕盛开走路累着 便给他租了一个轮椅 盛开起身想去厕所 却被藤月又按了回去 自己要推着他去 就在这时 遇到了谈了六年 抛弃自己的前男友周一伦 周一伦看着盛开坐在轮椅上 以为盛开生了大病 便关心着盛开 当周一伦看到盛开的肚子 也瞬间明白了 他心里失落不已 此时自己的妻子走了过来 看着丈夫盯着盛开出神的样子 便催促着周一伦离开这里 他们走了之后 盛开和藤月互相对视一眼 笑了起来 此时幸福的盛开 看到周一伦心里也已经释怀了 到了晚上 藤月问盛开什么时候睡觉 这时盛开却嘟闹着自己饿了 睡不着 藤月说着现在半夜店铺都关门了 盛开便无理取闹了起来 我不吃就不吃 但是他不行啊 他要不吃的话 他又长不高啊 他要不吃的话 他就不吃了 不一会儿 藤月便带着面包回来了 此时盛开嫌弃面包太干了 想要吃带汤水的 藤月一猜盛开就会这样说 便早就准备好了 正是因为盛开知道藤月宠着她 所以才会无理取貌 水难倒上呀 活泪 就连现如今的婆婆对待自己也像亲闺女一般 盛开想吃西红柿 婆婆便用开水烫下端到盛开面前 全家人都把盛开宠成了小公主 谁为你啊 藤月 另一边的罗耀辉 自从失忆后娶了迪鹰 就得了气管炎 他会主动给迪鹰洗衣服 罗耀辉把衣服放到一起洗 被迪鹰数落着 他也不敢发脾气 你看看这件衣服 你这么水洗 出水了 现在那肚脐碗上面这么小 怎么穿呀 好奇妆嘛 罗妈心疼地看着儿子 自己也没了当年的嚣张 罗耀辉拿碗筷准备吃饭 正回去时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以前的画面 这时罗妈走来便问他怎么了 罗耀辉说完 罗妈便提醒着儿子 英英去了店里 罗耀辉高中同学要聚会 便翻着抽屉 找自己的高中毕业照 因为东西太多了 于是便把抽屉里的东西倒出来 罗耀辉看着自己和盛开两人的合照 瞬间记起了关于盛开的全部事情 罗耀辉抱着照片埋头痛哭 此时的罗耀辉心里悲痛万分 悔恨着当初的自己 第二天盛开和滕月来到商店 给宝宝挑选衣服 你怎么挑的全是小女孩的衣服啊 我觉得他是女孩 这奸琴肯定是生儿子呀 我说生的是女儿 女儿女儿女儿 你就是给我生一蛋出来我都高兴 只要是你生的 我看有你这么说话了吗你 回去时 滕月先去开车去了 盛开一个人走着 在路上碰到了罗耀辉两人 盛开和迪英聊着天 恢复记忆的罗耀辉看着如今怀孕的盛开 他不禁心里后悔着 当时自己折磨和贬低盛开的做法 如果当时好好对盛开 是不是两人如今也幸福地过着日子呢 盛开看着耀辉发呆的样子很疑惑 盛开看着耀辉发呆的样子很疑惑 三个人互相心里都明白 可谁也不敢提当初的事情 到了晚上 迪英的肚子疼了起来 可罗耀辉迟迟没有把迪英送去医院 人即将生产 可是不靠谱的丈夫和婆婆 根本没有准备好代产包 也还没有打算把女人送去医院 此时的迪英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婆婆还在问着迪英疼痛的程度 疼得跟昨天一样吗 你看疼得真冒犯了已经 你没昨天疼 我让你疼一次 十五分钟 整整好 告诉你去医院吧快点 这是婆婆才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 你看看这不都在这呢 这是什么呀这个 我不要这个 在迪英的嘱咐下 他们收拾好东西 终于去了医院 和快要生产的盛开对比 她的丈夫腾越早就准备好了 需要生产用的东西 有条不紊的蛋里的住院 迪英躺在病床上 疼得直抓床单 听着别人生产的声音 她的心里害怕极了 闹着要回家 罗耀辉反向安慰着她 你看人家 女人不都得过这关吗 凭什么女人就得过这一关 凭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时 护士通知迪英要去产房了 迪英害怕地问着罗耀辉 那会儿大夫跟你 保孩子保大人 你保谁 保你 鲜眼 你怀着孩子 命都快打进去 保我干嘛 保儿子 我就知道 你自私 迪英正哭诉着 突然想起了给孩子请的护身符 忘了袋子 我给孩子请的护身符 我没拿了 马上进产房了 我回什么 你别等我废话 赶快去 在迪英的逼迫下 无奈的罗耀辉 只能回家去拿护身符 他翻开抽屉 找到了护身符 然后迅速到街上去坐车 他焦急地等待着 可是根本没有一辆空车 这时 去医院的藤月发现了耀辉 便让他搭了顺风车 耀辉 是你啊 正在往医院赶时 罗耀辉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医院那边打开电话 迪英已经进产房了 马上就要生了 让本来就紧张的罗耀辉 更加坐立不安 他高龄 他以前生孩子就出过危险 你说我怎么办 你叫真摊上你怎么办 应该真摊上他怎么办 到了医院 罗耀辉漫无目的得来回穿梭着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产房在了 藤月见状 把耀辉带到了产房门口 细心的藤月早就摸清了医院的路线 就是为了盛开生产时做准备 外边两人也正在等待着生产的妻子 罗耀辉询问得知 12床的进去已经6个小时 还没出来 12床家属 孕妇 他心意有异常 他人生命有危险 需要马上抛肤手术 我以前把这事都拿过去 罗耀辉看着眼前的情景 更加坐立不安了 什么情况下就必须得 抛肤 抛肤产 有人身高血压心脏病 他人过大的 这些都需要抛肤产的 说得太快了 另一边盛开的情况也不好 他人期待绕紧 必须马上抛肤产手术 藤月接到电话立马跑过来 这干怎么了 腾月在手术室门口 焦急地等待着 大夫从手术室出来 让腾月签字 腾月签完字便交代着大夫 大夫 有什么问题的话 老大人 请放心吧 我们会尽力的 喜冒着生命危险 为婆家生下了孙子 没想到婆婆第一句话 居然是 这时迪鹰想看看孩子 没想到婆婆却怕伤到孩子 不让迪鹰抱 两人都围着孩子乐呵呵的 完全忽略了身体虚弱的迪鹰 另一边 藤月经过漫长的等待 大夫抱着孩子出来了 不一会儿 盛开也被医生推了出来 看着脸色苍白的盛开 腾月的心像针扎一样 腾月寸步不离地守着盛开 听着腾月说的话 盛开心里特别感动 觉得腾月便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 所以心甘情愿为腾月过这个鬼门关 这时 盛开家人来看望盛开 母亲心疼地握住女儿的手 这小脸儿蛮黄的 给你好好补补 那我就第一个月住娘家 第二个月住婆家行吗 行 迪鹰出院之后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孩子 罗耀辉为儿子娶小明铁头 意思是明健 好养活 你住了五天院 掉了三斤 你高高了吗 我掉十五斤 你掉十五斤 你掉出个儿子来 我这曾经打水招了你知道 到了晚上 迪鹰哄着哭闹的儿子 而罗耀辉则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看着睡着的罗耀辉 迪鹰气得用脚踹醒了他 没听见了 孩子哭 你脑子干嘛 罗耀辉泡完奶 便又躺到了床上 接着睡觉 迪鹰累得不行 想让罗耀辉抱回孩子 听着孩子的哭声 两人逗起嘴来 这时 婆婆来了 迪鹰向婆婆告状 两人都被婆婆数落一番 现实中 我们大多人的生活 应该更偏向罗耀辉和迪鹰吧 盛开的待遇可比迪鹰好太多了 既有娘家人的疼爱 也有婆家人的悉心照顾 藤月也担起了做父亲的责任 怕儿子的衣服照不到阳光 便搬来梯子 举到高处 盛开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到了晚上 藤月陪着儿子玩耍 忙完的盛开 看着这一幕 来到藤月身边 满脸幸福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说着夸耀藤月的话 因为藤月爱盛开 所以包容着盛开的小脾气 帮盛开分担着家里的大小事 两人也每天都过得很幸福